今天是二十字節氣中的大雪 也是冬季第三個節氣 玉山清晨最低溫達到零下8.2度 出現了霧松美景 而在雪山圈谷 則是在昨天迎來了初雪 今天清晨雖然依舊低溫 但因為水氣減少 所以沒有再下雪 不過積雪還沒有融化 仍有部分區域的積雪達到10公分 銀白世界映入眼簾 雪山圈谷六號開始迎來今年入冬初雪 伴隨周邊雲霧繚繞美不伸收 雖然7號清晨依舊低溫 但水氣減少 沒有延續前一天下雪的美景 不過積雪還沒融化 最深的地方有10公分後 今天我們管理站的同仁有上山去 到現場了解 山上目前已經暫停沒有下雪 雪霸處也預計在 明年的1月2號至3月31號 實行雪氣管制 一早踩下去 松染雪堆看起來好療癒 不過隨著白天陽光露臉 溫度逐漸回升 白色地毯也會開始慢慢融化 7號也是24節氣當中的大雪 這天也是冬季第三個節氣 玉山7號最低溫清晨達到零下8.2度 不過水氣不足沒有降雪 但出現的霧松 將樹枝裝點得更有冬天氛圍 因為整個水氣帶 已經逐漸的往東移了 雖然溫度還是比較低的 但是因為沒有水氣的配合 所以靜明兩天在高山要下雪的機會是比較低的 這波東北季風從濕冷轉到乾冷 預計8號白天開始減弱 但受到輻射冷卻影響 8號清晨更冷 中部以北低溫下探13到14度 東部地區15度 南部也就17度 日夜溫差大 提醒民眾留意溫度變化 記者送報道